是要談到我們對於偏鄉教育的注重 那尤其有一些在台南市的一個學校的特色 是城市的學校之外 還有偏遠的山區的學校 偏鄉學校之外 有一些學校 大概一百多所學校 他們主要是 學校的學生素也不多 這個也不是那麼偏鄉 所以對於偏鄉的學校的資源 他們也不符合條件 對於城市的學校的資源 他們也沒有那麼多資源 所以台南市教育局就特別建制了 這個偏鄉非中心 就是偏鄉非市非山的中心 就是屬於這類的學校 那這類學校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可以連接 透過平板還有透過其他的方式 能夠連接到教育部所建制的陰材網 可以讓老師可以陰材師教 讓每個班級 六七個七八個甚至十幾個學生 他們都能夠得到老師適當的教導 以及整個的教學輔助器材的協助 讓學生的程度會拉得比較齊 比較不會分布得太散太開 第二個 對於學校之間可以做資源的整合 因為這些學校坦白講 老師不多 但能夠從事的這個所謂的 包括特色的教育 包括才藝教育 坦白講都沒有這樣的實施 所以透過校技之間的整合 師資之間的協助 彼此互通友誉 互相成為互補 那這樣子讓孩子可以選擇的 包括才藝或是其他的方式的教學 能夠更充裕 別經典了 只是單位來追到 他在對抗教育 分享一下 最重要的 剛才藝教育 我們不斷 學校